两辆车相撞几乎变成一团废铁 斯斯卡在国道分隔岛边 往旁边一看 满地炸裂的车壳零件碎片 好几辆车被撞到看不清原本模样 一共九车追撞出动掉车脱掉 现场一片混乱 画面触目惊心 救护车赶抵现场 还有两人卡在车内无法攻坛 紧急协助脱困送医 但现场就失去呼吸心跳 抢救后人宣告不治 家属接到电话通知赶来 难以置信 人家控制就直接过来 人家属就直接过来 我不晓得来讲的话 那个错误的现场 叫几个话真的 那去回宜兰 周六清晨五点多 国山北上31.7公里 安坑隧道北口 发生九车连撞车祸 流行男子驾驶连接车 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 碰撞小客车 随后酿成七辆车连环追撞 事故共造成六人轻重伤 还有一名七十多岁 简性及五十多岁泄性驾驶 送医后宣告不治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一度仅开放路间通行 回堵超过三公里 直到上午七点才恢复通车 唯一部营业半年节车 撞击一部小客车之后 后续再发生七部车交通事故 一场车祸带走两条人命 从此天人永隔 家属悲痛不已 到底怎么撞成这样 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带警方持续调查厘清 记得黄天耀分享 桥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